记者消方系台北报道,杨成林在台视,八大前男友不是人中饰演离亲爱一角,对于前男友有强大的心魔,不少追剧网友看了新六七七烟,杨成林也常与大家互动交流分享感情观,让网友笑称,戏外他是替网友离亲爱情的离亲爱大师虽然现在能客观为粉丝解答感情疑惑, 但杨成林透露自己也曾有冲动怒骂同学男友的难忘经验,他高中时有刺症和同学大胆鱿鱼跟面,就看到班对情侣中的女同学,泪眼汪汪跑来哭诉男友劈腿班上的另一位女孩,让杨成林瞬间正一半喷发,完全忘记手上的餐点有多胖,就一直边碰住热汤汤的鱿鱼跟面, 编大骂脚踏两条船的男同学会向这期往事,杨成林笑说,虽然是隔多年,但现在同学一聚会,大家还是会模仿他当年为朋友出气的样子,当时年纪小,自己也没什么感情经验,纯粹是觉得那样的行为很糟糕。 如今的他则认为,感情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应该还是要交由当事人自行解决问题才对。 在剧中饰演杨成林男友的陆思林,本周将再次向杨成林求婚,还将发挥暖男性格,邀请他的家人婚后一起同住。 陆思敏表示很佩服自己在剧中饰演的周丽阳,因为他很全心去爱一个人,连他的家人一起爱,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杨成林、佐,在剧中再度被陆思敏求婚。八大提供,杨成林被求婚后心事重重。八大提供。